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中医学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个叫做整体观 一个叫做辩证论治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学习中医哲学理论当中的第一个哲学观 我们把它叫做辩证论治 阴阳学说 谈到阴阳学说呀 可能人们的理解是五花八满的 可能在我们的学员当中 我们很多的学员给自己家的孩子起名字 都找过阴阳先生的 比如说也常常找一些阴阳先生干什么呢 看风水 看宅基地 看等等等等等等东西 我们也可以 只能在我们的大街上看到有一些人开了一个门面房 上面写的等等等等东西 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路上有摆摆的人 在那地方放个图 放张纸 然后做个小板准说他会干什么 同志们 同志们 以正时听 隐阴阳学说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强加到了阴阳的头上 阴阳学说 感觉到很委屈 但是也很无奈 那么阴阳学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阴阳学说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大家试想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同志 我们生活在三千年以前 五千年以前 甚至更远的过去 那么我们对自然界一切一切事物和现象 我们能够理解吗 为什么刮风 为什么下雨 为什么闪电 为什么响雷 为什么地震 为什么这会儿亮了 一会儿又暗了 为什么这个人今天发烧头疼 为什么这个人从一点点长大了 最后又死亡掉了 为什么那么大的一棵树忽然间枯萎了 等等等等的现象 我们只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不明所以 但是我们是人 人和其他的生物最大的不同点 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着无穷尽的欲望 而这种欲望恰恰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进步的一种动力 探寻明白 搞清楚 为什么 所以 人们要搞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 就必须找到对这一系列现象的一种解释的办法 世界观得有 方法论得有 那么谁在研究世界观 谁在研究方法论 当然就是哲学 当然是哲学 所以大家一块儿跟上我来看 当我们的人类从混沌时期 向文明时期来迈进的过程当中 整个自然界里边 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最大 而且最有规律的 大家想是什么呀 没问题 就是你所说的太阳 它的影响是最大的 而且呢 是最有规律的 那么我们的前人显摘们 发现 当太阳 出来的时候 和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自然界两重天 同时呢 当自然界太阳出来的时候 今天没有云 和今天有云的时候 也是两种现象 对吧 太阳出来了 今天没有云 晴空万里 那么整个自然界 是有什么状态的 同志们 对了 明亮的 明亮的地方 我们就感觉到什么呀 温暖 这是我们怎么来的 观察来的 看见的它明亮 感觉到的它 温暖 再看 如果今天太阳虽然出来了 但是有云 或者太阳落山了 这又是另外一幅现象 自然界怎么 还明亮吧 不明亮了 那它就是 会暗的 还暖不 不暖了 当然这是一种想对的 想对的 与这个地方的温暖 相对而言 它就不温暖了 那么它就怎么了 它就是寒凉的 那么这一系列都是我们怎么看见的 感知到的 我们也就把它叫做观察 那么进一步的观察 那人们又发现了 凡是明亮的地方 温暖的地方 植物的生长速度就快 凡是晦暗的寒凉的地方 植物的生长速度就慢 所以这样有出来两个词 这个地方什么 生发的 向上的 运动的 兴奋的 而这个地方呢 就是与此相对的 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观察到的 观察到的这种香 两组香 截然不同的香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越多了 你能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概括起来 还不行 所以在观察的基础之上 仙者们又对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 进行了阴伸 比如说明亮的 温暖的 运动的 兴奋的 那么我们就把阴伸说什么 它具有着 生发之性 它具有着 向上是性 同样的 这个地方也给它阴伸出来了 观察的越来越多 阴伸出来的意思越来越多 所以就生成了一大堆子相 两个庞大的队伍 队伍越来越大 越没办法说明白了 是不是 所以当你观察到一定程度上 阴伸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 就必须对这一系列的东西 进行归纳 进行 概括 对什么呢 观察到的是什么 观察到的是自然界的什么 现象 这些东西都叫做现象 这个词 我们今后要经常用到 叫做 相 叫做相 凡是我们观察到的 我们感知到的都叫做相 所以把这许多许多的相 你看 这是一大组 这又是一大组 把这一系列的相 放到这儿 我们在里边拿出一个来 能够代表这一类 这个过程就叫做 抽象 所以什么叫做抽象 就是在一群类同的相 里边 我抽出来一哥 能够代表了这一类 就叫做抽象的过程 所以最后就对他进行了 归纳 概括 抽象 用什么来归纳 概括 抽象 他们来了 他们这一系列物质 你看 明亮的 温暖的 运动的 生发的 向上的 等等等等等等的 这一类属性的 我们就用了一个词 这个词 叫做 火 用火 就把它抽象起来了 那么这些呢 灰暗的 寒凉的 等等等等的 这一系列的相呢 我们用了另外一个词 把它来概括起来了 叫做水 所以用火 代表了这一组相 那么用水呢 代表了这一组相 为什么要用水和火来代替 因为中国古人 伟大 聪明 睿智 就睿智到这个地方 他们常常会把一些复杂的东西 用我们生产生活当中 司空见怪的这些物质 或者现象 来替代它 我们把它叫做取香笔类 大家注意 水 大家每天在接触 火 从人类告别了 如毛 银血以后 火就是我们生产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了 所以这是我们生产生活当中 每天要遇到的事情 一说到水 我相信不论是今天的人 还是古代的人 都知道 一说到水呢 也知道 既然都知道 就是大家熟知的 那好 我用这种熟知的东西 来替代这些不熟知的东西 方便人们来理解 方便人们来理解 这里边就用了一个什么思维方法 取香笔类的思维方法 因为火具有了明亮温暖之性 因为水具有了含量向下之性 所以用火完全可以替代这一类事物的熟星 而用水呢 完全可以替代这一类事物的熟星 火和水 自此代表了这两类的相 那么最后我们要把它上升到哲学关去 所以把火又用谁 具有火的这一类的熟星 又用谁来替代了 叫阳 而水呢 叫阴 所以在阴阳映像大论这一篇文章当中 讲得很清楚 水活者阴阳之征兆也 那么也就是阴和阳 这两个词用什么来替代 用水和火 为什么要用水和火来替代 因为水和火最能代替 最能概括 最能归纳阴和阳的性质 而且是最被人们熟知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讲水活者阴阳之征兆 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 也是哲学抽象的过程 从观察到阴身 再到最后的归纳 抽象 用一个词来替代一系列的现象 这就叫做哲学形成的过程 好了同志们 到此人们就明白了 阴是这样的 阳是这样的 所以阴和阳是干嘛的呢 阴和阳是自然界当中 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 明亮 灰暗 或者一个事物内部 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 比如说 以上 一下 对立双方 属性的概括 他研究的是什么 他研究的是 属性 因为它是抽象出来的 代表的是属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阴阳的理论 逐渐逐渐的形成 在阴阳理论 形成的过程当中 大家看 和谁有了关系了 和太阳 对吗 那么除了和太阳 还和谁有关系呢 所以阴阳学说 在它形成的过程当中 它采用了一个最基本的思维方法 叫做圆取诸物 圆取诸物是观太阳 还有一个叫做进取诸身 进取诸身看什么 进取诸身观的是生殖 所以整个阴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从思维上来讲 它用的是取相比类的思维方法 它是通过对太阳的观察 和我们人类自身生殖过程的观察 而形成的 说到太阳的观察 大家都可以理解 如果说到省值的观察 可能有些同志不理解 也可能会对我的观点 提出一个质疑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终极任务是什么 不要把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大上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生物来到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首要任务是 繁衍生息 而繁衍的过程 那就是生殖的过程 所以不论任何一个生物 对自己生殖的过程 观察的都是非常详细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二一个 我们继续来找证据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了解了他的形成的过程 他的思维方法 我们再从他的符号上 从隐阳的符号上 来了解一下 隐阳的符号 最早的时候 他出现的是 和乐当中的符号 也就是和图洛书 在和图洛书当中 用一个白色的点代表了阳 用一个黑色的点代表了阴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围棋子 那么也就是像白围棋子的那个点 叫做阳 黑色的叫做阴 为什么 因为阳是明亮的 阴是灰暗的 说明它和太阳有关系 建议大家下来数一数我们的围棋子 看着一个围棋的棋盘上 是多少横线 多少竖线 多少格格 一共有多少围棋子 这里边有着中国文化的智慧 有着中国的哲学 在里边来 与此类同的 看看我们的象棋子是多少 象棋的格格是多少 线条是多少 同样的扑克牌是多少张 这里边都有着中国文化的智慧 那么第二个符号呢 出自于易经当中 在易经当中 它是用药来代替阴和阳 比如说一个横纲代表了阳 两个短横纲代表了阴 上面这个叫做阳咬 下面这个叫做阴咬 一个咬就是要的咬词嘛 是不是 然后大家下去可以再查查相关的资料 看一共有多少个咬词 由咬词又构成了卦象 又形成了多少个卦象 那么再去看什么叫做咬词 什么叫做卦象 去查一查相关的资料呗 来大家看 为什么用一个横纲 用两个段横纲分别代表了阴和阳 有学者这样讲 说一个横纲代表的是阳 这个横纲是男性外生之气的相形 两个段横纲代表的阴谣 代表的阴 是女性外生之气的相形 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 刚才说到了进取诸身观生子 这个观点我同意 为什么 继续给大家找例子 告诉大家的第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 最早可能都是基祀开始的 从基祀开始的 基祀的时候是要 为什么要去基祀 基祀就是为了祈求嘛 比如说这长时间了不下雨 老田爷呀 你赶紧下雨吧 过去都是要基祀龙王爷的 基祀就是祈求的过程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要去基祀基祀我们的老祖宗 比如说过春节呢 我们就要把老祖宗给请回来吧 请回来请到哪儿去啊 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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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他的神威上 那么老祖宗 那么老祖宗这个神威在哪里 大家可能都 见过这个东西 叫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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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位子 也把它叫做神位子 那么这个东西 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祖宗 宗是众多的意思 那么众多的祖 就是一群祖 就叫做祖宗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代表了祖宗 大家看像个什么 男性外生殖器底抛面头 所以也有人把男性的外生殖器叫做男根 因此我们不是就有一个词叫做寻根问祖 为什么叫寻根问祖 根就是我们这一个门里边的根在哪里 根就在这里 所以用男根来代替了祖宗 当然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应该是从夫系氏族社会开始的 因为夫系氏族社会 他是以父亲和他的儿子为直系的遗传关系的 所以中国不是常常 我们大家不是常常也能听到这么一句话吗 说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那你就不是人家这一门的人了 我再给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生活当中的事例 大家去思考 比如说每年在清明节以前 我们就要去扫墓 那也是积司老祖宗的一种方法吗 那么我们去上坟的时候 儿媳妇去不去上坟 女子去不去上坟 多大的姑娘就不能去坟地里边去上坟 也许今天全部乱套了 也许今天全部乱套了 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向自己的长辈求问一问 这里边都是有规矩的 都是有规矩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跟的问题 难跟 它代表了祖 来大家再看这个字 祖宗的祖字 祖宗的祖字 偏旁 狮字旁 狮字旁就是祈求的意思 祭祀的意思 那祈求祭祀什么 有人说这个字读窃 不读窃 这个字本身就读祖 本身就读祖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男性的外生之气 这依然是男性外生之气的一个什么 剖面图 相形字 所以 这个字 独祖 这是有着文物考证的支持的 比如说 过去的时候 小两口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男同志应征入伍 熟边去了 女人就留到了家里 最后当这个女的去世了以后 这个男人还没回来 到底怎么了 谁也不知道 没下落 那么这个女的在这一家里边 能进入到人家这个家的祖坟里边去吗 是进不去的 怎么样就能够进去了 那就是把自己的男人给找回来 和自己的男人盒子 就可以进到祖坟里边去了 但是这个男人无踪影啊 到哪找去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拿一个非常结实的 质地比较好的 像松柏之类的 这种木 木头 木材 很粗的木材 请个工匠 调成一个人形 替代这个女人的丈夫 和她一块合葬 入土为安 但是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家境不是太好 可能就没办法买这么一根非常好的木头 再请工匠去雕刻了 怎么办 那就是找一根木棍 自己把它加工成一个男性外生殖器的形状 然后就和这个用木棍做成的外生殖器的形状 一块合葬 入了祖宗的坟里边 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祖 如果你的朋友圈当中 有着考古类专业的人士 你可以向他们咨询 在我国很多古代木葬的挖掘过程当中 已经发掘出来了不少的祖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 这一种用木制的材料制成的男性的外生殖器 它本身就叫祖 所以从造字上 从考古的阴证上都证实了祖宗的祖 旁边这个字 读祖 它代表的是男性的外生殖器 同时也阴证了我们所说的 异经当中 用一个横钢代替阳 两个断横钢代替阴 它是男女的外生殖器的相形 那么也印证了我们说 思维方法里边所讲到的进取诸身 观生之 那么它的文字符号是在哪里出现的 阴和阳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诗经当中 诗经当中 在诗经当中阴阳是这样写的 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字 两个字同用了一个偏旁 大家通俗的把这个偏旁叫做耳朵旁 那么这个呢 它并不能叫耳朵旁 它指的是这个字 去福德佛 去福德佛 在所闻解字当中 是这样解释的 山无石者 什么叫做山无石者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山 是个什么山呢 没有石头的山 是个土山 就叫佛 也就是说是个土山 凸起的地方 那么这个字 在用作汉字的左手偏旁的时候 在凯体字当中写成了耳朵 所以它是福的意思 山的意思 来再看阳这个字 阳的右边 阳的右边 是这样写的 有人说这个字读义 它一定不读义 义是这样写的 义是个相形字 西义的相形字 而这个字 它是个会义字 大家看 上面是个日子 叫做太阳 一个横钢 代表了地平线 海平面 太阳从地平线下 冉冉升起来了 所以叫做淡 元旦的淡 平淡的淡 太阳出来了 在哪里 在上面 下面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个物子 当然也不是 下面这是一个相形 是人在弯着腰干活 看 人在弯着腰干活 什么时候人弯着腰干活 晴天啊 啥叫晴天啊 太阳出来了 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上面 太阳在上面 人在地里边弯腰干活 那么人的背上就怎么 人的背上就明亮 人的背上就温暖 所以这个字本身就读阳 这个字读阳 所以阳叫什么 阳叫做山的这边 有个人在太阳下边弯腰干活 那么他背上是明亮的温暖的吗 那么再看阴 上面一个今天的金 下边是个云 那么山的这边今天有云 那还不叫阴天呢 对吧 当然了 还有一个字 阴还有另外一个字 是这样写的 而这个字 仅仅是在皇帝内经当中 是这样写的 怎么写的 上面是个雨字 下面是个云字 右边是个今天的金字 这个字只在皇帝内经当中出现过 其他的书里边没出现过 那也是今天怎么 又有云又有雨 当然就是阴天了 所以大家来看 阴和阳 是不是和太阳有关系啊 是不是和我们的生殖有关系啊 当然是没问题了 所以自此阴阳学说的理论基本形成了 所以什么叫做阴阳呢 它指的是自然界相互管联的一对事物 或者说一个事物内部相互管联的两个层面之间的熟性关系嘛 那么谁来代表了阳啊 那么谁来代表了阳啊 阳就代表了明亮的温暖的嘛 所以阳这个字 阳这个字和阴这个字 都有着它的界定 都有着它的诡定性 所文解字当中是这样解释的 说阴着暗也 哪儿暗啊 山之北 水之南 那么阳呢 阳着高明也 这就是所文解释当中对它的解释 也是对阴和阳可以说下了一个界定嘛 你要说它是阴的 那你就必须搞清楚 暗的地方才能叫阴 什么地方暗 山的北面 水的南面 那么相反的 什么叫阳 阳是高的地方 明亮的地方 那么哪高哪亮啊 那就是山的南边 水的北边嘛 所以大家再去思考 在我国的所有的地名当中 凡是带有阴和阳的 一定是按照所文里边这个过来的 比如说陕西省有个咸阳市 为什么办法叫做咸阳 是不是 咸阳着 都耶 咸是 咸就是什么意思啊 都的意思 都的意思是什么啊 那就是说 它即是善的阳面 也是水的阳面 两个都是阳 那么咸阳咸阳 在什么水的阳面啊 喂水之北 就是渭河的北面 水之北为阳嘛 哪一个山的阳啊 九宗山之南 九宗山是在哪里呢 在陕西的咸阳地区的里泉 那个地方叫做九宗山 九宗山下面有个皇上在那躺着了 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皇上 李世民在那个地方躺着了 所以你看九宗山之南为阳 渭水之北为阳 山水都阳 叫咸阳 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个恒阳 毫无疑问 恒阳恒阳和谁有关系 南越恒山 他应该在恒山的什么地方 山南为阳 一点问题都没有 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个沈阳 为什么叫沈阳 沈阳和深水有关系 在深水的什么地方 水之北为阳 所以他在深水一北 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个洛阳 没问题 洛阳和洛水有关系 在洛水一北 同时洛阳也和一个山有关系 也是在那个山的南边 请学员们下去去查查资料 洛阳在洛水之北 同时也在一个山的南边 去查一查这个山叫什么山 既然他也在水之北 他也在山之南 和咸阳一样 为什么洛阳 不叫咸阳 大家下去去思考思考 查查相关的资料 好了 这一节课呢 我们谈到了 隐阳学手的形成 在形成过程当中 他所运用的思维方法 并进一步谈到了 他的几个符号的形成 那么隐阳学所形成了 干什么 县者们就用它来解释自然界被我们不熟悉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 柏阳福就用它来解释 发生在陕西省的一次大地震 为什么发生了这一次地震 柏阳福就是用阴阳来进行解释的 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查查资料 柏阳福是如何来解释 发生在公元前四百多年 陕西省的这一次地震的 古代的险贤们 进一步把隐阳学说 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当中 比如说 很多贤人这样讲 阴阳这天之大道也 阴阳这天之大理也 一直到有人提出来了 一阴一阳未知道 自此一个圆满的隐阳学说就形成了 所以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下去去查一下 一阴一阳未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么当然还有一句话 叫做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福音而抱扬充气 以为何 又是什么意思 有兴趣的同志下去去查一查 同志们说了 说阴阳学说形成了 解释了一系列的自然现象 他如何解释我们人体的生理现象 病例现象等等问题呢 当然 阴阳学说形成的过程当中 也恰恰就是中医药学在形成的过程 那么作为哲学观的阴阳学说 一定就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了影响 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或者说阴阳学说从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医学当中的 皇帝内经就是他运用在医学当中的标证 皇帝内经的素问第五篇 专论阴阳 而且是大论阴阳 因此这一篇文章就叫做 阴阳阴相大论 在整个皇帝内经当中 就是用阴阳来蝉食人体的生理病例的变化 并且对疾病因进行了归类 有兴趣的同志 可以下去去读一读 皇帝内经素问的阴阳印象大论篇第五 好了 这节课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阴阳学说的形成 和阴阳学说形成过程当中 说采用的思维方法 以及它的几个符号 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思 下一节课 我们进入到阴阳学说 正式内容的学习当中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 做法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